知道在徐州 有哪些奸惠协力 邵总是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人 从我们手里 救走了周若思是吧 以我的判断 救走周若思的那些人 跟我们的目的一样 难道是 土匪 从他们抓人的手法来看 不会是土匪 会不会是丹青慧的人 丹青慧 邵总 跟我们在北平 争夺中秋帖的 不就是丹青慧吗 没错 一定是丹青慧的人 抓走了周若思 接下来 他们会对文武专利 有所行动了 邵总 我们是要 找到这个丹青慧吗 用不着 我们与其花时间 找这个丹青慧 还不如给他来个 堂能不产的黄雀在后 力气监视 文武专利 是 另外 给我找到 徐州铁路区 负责修补铁路路机的那个 对了 红叶爱吃点心 有没有糕点铺啊 我想买点糕点给他 点心铺 我记得街口有一家 强子 你带人姐过去买点心吧 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去吧 你把伞拿着 好 买蒲上来 在那边 买蒲上 很快就到了 大鹏 你说的一壶春茶楼 还有多远 到了大铺街就到了 今天务必让我听到你们 余总 好好好 我我紧量 紧量 必须的啊 对对对 必须的 必须的 那边 那边 萧桑 太萧桑了 少城门 余总管已经在楼上 供候您多事了 这边请 少城门请 虞书 少城门 坐 坐坐坐 少城门 第一次行动 由于日本人横插了一杠子 导致行动失败 掌门现在有了新的计划 准备智取中秋帖 和15号车厢的文物 什么计划 掌门一向运筹帷幄 成猪在胸 不到最后一个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能做什么 掌门命你 去文物专列 等候我们的行动 死机行事 好 啊 还有 我派上文物专列的那个大逢 这个人现在在任宏义手里 此人好久贪杯 我担心他会泄密 你上车之后找个机会 把他给放了 行 我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 掌门从日本人手里 救了周若思 林队长 你看 那儿就是一壶春茶楼了 去 那儿就是余总管 不是 你 任队长 你不是着急见余总管吗 怎么来了 怎么不着急了呢 少掌门 掌门特意叮嘱 周若思的事 千萬不能讓任弘毅知道 我知道了 你走吧 走 你幫我走啊 走啊 走 弘毅 你怎麼在這兒啊 要我問你吧 你怎麼在這兒 不但我在這兒 你姐也在這兒 我姐 哪兒呢 給你買點心去了 你看我幹什麼 剛才 跟你說的那人是誰啊 我朋友啊 什麼朋友 槍戶上的朋友 什麼意思啊 審我啊 做賊心虛吧你 你沒事吧 我虛什麼 趕緊走吧 我要請余總管 是 師妹 怎麼了 大方回來了 有個不太好的消息 什麼不太好的消息 剛剛在一戶村門口 我跟少掌門分手的時候 給仁弘毅看見了 仁弘毅之前 應該不認識你吧 是 他不認識我 可是大方啊 卻向他洩露了我的身份 好在大方不知道少掌門的身份 否則當場就露餡了 可即便是這樣啊 我也擔心這仁弘毅 會不會已經起了疑心呢 我想問題應該不太大吧 立文那邊 應該能搪塞過去 對大方說了 仁弘毅現在到處急著找那周若斯 而且已經懷疑周若斯 在咱們這兒了 你說他會不會自己就找上來了 仁弘毅就算不自己找上門來 我還想請他來做客呢 弘毅 這一路 你勞骨功高 力竟艱辛 來我敬你 來吧弘毅 這酒啊 應該喝 不是你先坐下吧 我有話要問你 這 有事說事唄 幹嗎這麼嚴肅啊 怎麼了 若斯 被日本人拐走了 若斯丟了 怎麼回事啊 一點線索都沒有啊 這得問你啊 不是 啥意思啊 我判斷吧 應該是兩種情況 擔青會的人 把弱斯救走了 第二種 弱斯落在第三方人手裡了 裏面 剛才在義湖村門口 你跟那人說話 我沒看錯的話 他就是擔青會的大總管余虹吧 是啊 你認識啊 王裏面 你跟余虹那麼熟 你跟丹青會 到底什麼關係 你跟我說幾實話 你是不是跟丹青會 早就開始接觸了 你是不是丹青會的人 怎麼回事啊 立文 你跟丹青會的人接觸上了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我剛接觸上啊 這麼巧 剛剛到徐州就接觸上了 我是想把關係確定了 然後我再告訴你啊 弘奕啊 我之前確實 讓立文幫我找丹青會的人 幸虧你在這兒 要不然我都說不清了 那這樣 咱現在說得行 你現在就帶我去找那余虹去 弘奕你別急 據我了解 這個丹青會就是一個 倒騰文物的民間幫會 就算弱斯在他們手裡 也不會有任何威脅 對吧 他們就是拿弱斯做籌碼 打文物的主意 弘奕你怎麼看 這麼著弘奕 咱們先吃飯 好吧 吃完飯我找輛車 把給你買的東西 送專列上去 然後我去找余虹 找弱斯的事 我辦 行嗎 弘奕啊 我覺得可以按照立文說的吧 畢竟 你也不能老不在專列上 而且 立文在徐州 還是有一些 能辦事的朋友的 找弱斯的事 就交給他吧 立文 你應該知道 弱斯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弘奕 我知道 我辦事 你放心 希望你對此 不要讓我失望 你一天沒吃飯了吧 這是掌門親自下廚為你做的菜 吃吧 吃吧 我陪你 謝謝 若思 我想問問你 你對我們單親會 了解多少 之前有所耳聞 在古文市廠商 十有八九的雁品 都是出自單親會 確有此事 但是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們雖然致售賢品 但我們的宗旨 卻是騙父祭貧 騙父祭貧 這怎麼叫 卓斯 在你眼裡 我們掌門 是個什麼樣的人 羅掌門 造假技術高超 深不可測 為人強勢 霸道 不講道理 跟我小時候見過的他 判若良人 你又只說對了一半 夫人身為掌門 必須要有另行禁止 一言九鼎的威夷 其實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還是一個 心地善良 充滿慈悲的母親 有件事你還不知道 夫人有個女兒 當年 和你在同一家醫院 同一天出生 有這麼巧的事兒 那他女兒現在在哪兒 夫人的女兒 出生僅僅三天 就被人從醫院偷走了 怎麼會這樣 一個母親 失去女兒的那種追心之痛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夫人為了尋找女兒 已經找了二十二年了 至今杳無音信 這也是她心中 一道始終無法癒合的傷口 是 少爺 我回頭啊 我先 少爪門回來了 媽 洪玉已經開始懷疑我了 我的身份藏不住了 這件事情虞叔都跟我說了 等咱們幹完這一單 你就拖了這身黑皮 回丹青匯來幫我 是啊 少爪門年少有為 正是幹大事的時候 我師妹啊 後繼有人 就可以無憂了 哈哈哈哈 媽 今天虞叔在 當著虞叔的面兒 咱們倆 說說心裡話唄 好啊 你說吧 虞叔 您坐 不妨是 媽 我喜歡正秋 您知道 我追了她五年 您也知道 好不容易有結果了 如果我的身份暴露 勢必會影響我們的關係 和感情 對吧 還有呢 現在我們丹青匯 要謀取專領上的文物 一旦是成 我和洪玉這麼多年的兄弟 就算是掰了 媽我怎麼面對我這麼多年的兄弟 怎麼面對我喜歡的人 這個局面 媽 我接受不了 你說的這些 我都替你想到過 並且能夠理解 可是李文 你是我羅素的兒子 我從小就教育你 丹青匯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 什麼兒女情長 什麼兄弟情 這些在丹青匯的利益面前 統統都得讓道 在這個問題上 你沒有選擇 你知道我關心你你還騙我 我告訴你啊 以後你做不到的事你就直說 你再讓我知道你騙我 你等著 我再也不理你 媽 我唯一沒有辦法選擇的 就是我是您兒子 李文 我們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很多事情必須得學會去面對 啊 好 接受 為個請求 媽 我要把若絲帶走 不行 若絲我留著有大用場 因為我把若絲帶走 能重新獲得紅衣的信任 對咱們之後的計劃有幫助 行嗎 李文這件事情你不用再提了 就這麼定了 這 沒想到羅掌門心裡 還承受著這麼大的痛苦 若絲你知道嗎 掌門這些年 在全國各地開了很多家孤兒院 孤兒院 對 夫人最初開第一家孤兒院的時候 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女兒 希望能在孤兒院 收留的孩子當中 找到女兒 但是 夫人 一直未能如願 但這些年 她卻把孤兒院 一家家地開了下去 萬事之中 能有這樣的慈悲之心 也真是難得 夫人開了這麼多家孤兒院 一來是為了彌補 對女兒的付揪和虧欠 二來是為了讓那些 失去親人的孩子們 有意容身之所 讓他們 能夠健健康康地長大成人 我就是這些孤兒中的一員 夫人這麼做 都是在為自己的女兒記得 此舉山目大眼 我相信 上天一定會保衛她的女兒平平安安 終有一天母女會相娶 若思 掌門要是聽到你說的話 一定會很高興 你應該看得出來 掌門真的很喜歡你 她惜才 愛才 希望你 不要辜負掌門的一番好意 若思能這麼說 足以說明 她是個善良的孩子 是啊 你去把她叫到我房間 我有話要跟她說 嗯 好的 余總管 小月 這余總管是什麼人 余總管既是咱們 丹青會的大管家 也是掌門的師兄 會裡很多事情 都由他代替掌門出面出力 嗯 夫人 若思 樓夫人 小月 剛才跟我講了很多您的故事 沒想到 您還有這麼善良的一面 之前我不知生前 說了很多重話 希望您不要犯罪心上 不知者不怪罪 若思 我先做了一件衣服 你可不可以幫我試一試 這 可以嗎 好 小月 不會 會兒 能不能 我 都不會 等你 會兒 好 它 就 就送给你 送给我 这怎么行 我只是帮您试一下 您这衣服 原本是为谁做的呀 小月 把衣柜打开 这里面 加上你这身 总共是二十二套 在我女儿每年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给她 做一身新衣服 只是 我不知道 她现在在哪 是不是还活在 这个世界上 夫人 您救了那么多人 收养了那么多孤儿 有这么大的善举 老天爷一定会保留您的女儿 平平安安的 如果我女儿在的话 应该跟你一样大 跟你一样漂亮 跟你一样 冰雪聪明 我就可以把我的一身本事 都传给她了 夫人 若子 你就看在我们 这么有缘的份上 就答应做我的徒弟吧 好 我答应你 那啥 我听说你跟余总管是朋友啊 刚认识 这不是朋友之托吗 打听若思的消息 那你可算找对人了 我看姚冈啊 就是叔看少了 他就是性子太直 其实也没什么坏心 黄书长 这不大婶吗 兄弟 你怎么回来了 啊 桃书 任队长 大家好 我是来给大家报起来的 周若思小姐啊 啥事没有 是被我们担舰会救了 安然无恙 一切都好 若思没事就好 任队长 劳您大家 明天正午 参加周若思小姐的 任免担舰会大典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太清楚啊 我就听说这个罗掌门 很欣赏洛斯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洛斯为什么会答应 我不清楚 没事 既然担心会的请柬来了 那我明天就去一趟 红叶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诈啊 洛斯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都不知道 你可得小心点啊 没事姐 去了见到洛斯的 就什么都清楚了 红叶 这个徐朱的援军 怎么还没到 立文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发电报 我就马上和马院长汇报了 但是驻军为什么没到 我不知道 要不然我再催催 立文 你除了红叶向徐州驻军申请援助的事 必须隐瞒下来意外 其他的事 你都可以向马恒如实汇报 掌门 若思终于统一做您的徒弟了 恭喜您 这丫头 现在还不是真心的 她答应我 不过是权益之计 那 您的意思是 将计就计 您是不是还是觉得 她长得像您的女儿 叶广 马上给故宫再发电报 催一下徐州驻军协防的事情 好 马上发 好 师妹要把掌门的位子 让给周若思 若思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寻仿这些年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 称心如意的徒弟 所以啊 我想把自己一身的本事 都传给她 让她做我的继承人 哼 师妹 要把一身本领传给她 我没有意义 可是要把掌门的位子 也传给她 这是不是有些 有些欠考虑了 这掌门的位子 关系到我们丹青会 百年基业的巩固 这要传 也该传给丽文啊 师兄难道忘了吗 丹青会的规矩 一任掌门 都是能接任 上一任掌门的一波者 丽文虽然是我儿子 可是她没有这个天赋 而若思能够接我的一波 自然 她就是可以做新任掌门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 掌门会把这位子 让给周若思 这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兄弟你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对掌门 我于红可以说是 安前马后 不辞辛劳 这掌门的位子 传给丽文我屁话没有 那丽文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是 是 是 丽文要是做了掌门 一来是名正言顺 二来 也会对我尊敬有加 可那周若思当掌门 是啊 让一个黄毛丫头 管咱们丹青会 兄弟们肯定不服啊 他算是哪个从 大哥这些年 为咱们丹青会 立下了汉马功劳 兄弟们是有目共睹 床位这么大的事 掌门无论如何 也应该听听大哥的意见啊 就我对掌门的了解 他决定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我这个当师兄的 在他眼里 还不如一个刚收的小徒弟 大哥这些年 对掌门的情谊 掌门不会不知道吧 我那王师弟过世多年 师妹就没想 再成个家 我现在就想着 怎么让我们丹青会 更加兴旺 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找到我女儿 我就别无他求了 情谊 我对他的情谊 他心知肚明 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我这辈子 注定跟他是 走不到一块了 枉费我扶持他 这么多年 想想我都心酸 既然如此 兄弟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想说什么 许他不仁 就不能怪大哥不义 归根结底 这件事 是由周若思引起的 如果我们能让周若思消失 那这掌门之位 不就传不下去了吗 这事有办的 干脆利落 让我说 你说 我 Well 我和红义 都不在 你们要千万小心 放心吧 是 好 走吧 好 师妹 师兄 今天我在家里搭台 外面那出席就靠你了 放心吧 祝你马到成功 师妹 静候佳音 那我走了 正兄 你在这儿干吗呢 等你们呢 一起去 接你去干吗 对啊 我们俩去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王力娃 你可别明智顾问啊 我让你找丹青慧 找了多长时间了 现在好不容易 有个机会 我当然得去拜访一下 丹青慧掌门了 不是那个 今天不太合适 改天我陪你一块去吧 今天怎么不合适啊 我觉得今天特别合适 不是 王力娃 你老不想让我去 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说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走 走 若慈 师傅 我正要去找您呢 什么事啊 您先坐 好 师父 您看 我也拜您为师了 学艺的事情 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 我离开专列已经三天了 他们一定非常着急 我想先回去 把文物安全送到目的地 再回来找您 向您学艺 我刚才已经派人去通知弘艺了 他中午就来接你回去 真的 但是你回去之前 我们要举行一个仪式 仪式过后 你就可以走了 拜师仪式吗 拜师仪式过后 我要把丹青会掌门之位 传给你 什么 不可能 我不可能做丹青会的掌门 若思 你现在是我的徒弟 就是我的一波传人 祖上立下的规矩 这个掌门 只能是你做 您让红义来接我 是另有所图吧 这孩子 我能有什么所图啊 当然是为了文物啊 我们文物 没有离开故宫的时候 您在北平 现在到了徐州 您又在徐州 如果不是为了文物 您可别告诉我是因为巧合 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你 您果然是为了文物 若思 我这么做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文物 强词夺理 保护文物 是我们故宫人员的责任 你们丹青会 只是一个民间做宴品的组织 凭什么保护文物 我劝您早点收手 要不然之后铸成大错 国家饶不了您 您也会成为千古罪人的 若思 你太单纯了 你对这个腐败的政府 你了解多少 列车上的文物我们不取 日本人就要取 国民政府的贪官污吏也要取 甚至是毁掉他们 这批文物只有到了我们丹青会 才能够妥善地保管 子子孙孙传下去 让你当这个掌门 也是希望你能够肩负起 保护这批文物的历史使命 您这是在给自己的 贪念找借口 如果您不听我的劝告 这个徒弟我也不当了 我不会跟您同流合污的 若思 你不要仗着我喜欢你 就没大没小 似无忌惮 当不当徒弟 做不做掌门 你说了不算 那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把他给我关起来 若思 你怎么能跟掌门这么说话 喂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很難馴服 但是我選定的人 我會一直堅持的 我一定要想辦法離開這裡 通知弘義 提防丹卿會 對文武下手 四哥 開門 掌門要見周小姐 四哥 這差勢應該是小月兒的 怎麼讓你來了 哪兒那麼多廢話 開門 你是誰 周小姐 我是來救你出去的 我不認識你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認識王立文吧 我是兄 這就對了 就是他 讓我來救你出去的 請吧 周小姐 好 太美了 四哥 大河二河 这位就是周小姐 你们俩一定要把周小姐 安全地送到火车上 除了任何问题 我拿你们俩试问 四哥放心 我们保证 周小姐不会有任何善事 好 周小姐 我就把你送到这儿了 谢谢 快走吧 走 走吧 走吧 郑九 弘义 我忘了一会儿对不起你们 一会儿见了我妈 一切就会真相打败了 一旦文物到了丹亲会手里 我们之前这么多年的情分 也就到头了 丹丸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 没有 没有就好 转门 你丹丹丹丹又 你 enough 你对 用 那 往后 那么 我收集 早 convert to Sir 周小姐 周小姐不是去见掌门了吗 你说什么 刚才老四说掌门要见周小姐 就把她带走了 这都走了半天了 怎么还走不出这片树林啊 周小姐 快了 再往前走走 出了林子就是大道 把老四给我带上来 老四我问你 你把周若思弄哪儿去了 放了 混账 谁让你放的 是我自己要放她走的 你为什么要放她 听说您要把掌门之位 传给周小姐 兄弟们都难以接受 周小姐又不愿意当这个掌门 所有就把她放走了 你当真只是把她给放了 掌门 我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咱们丹青会的前途着想啊 周若思最好不要有个三长两短 不然 我定饶不了你 把她给我压下去 是 走 走 小姨 你快去 把若思给我追回 是 你们想干什么 周小姐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不是送你去火车站的 我们是送你上西天的 你们是丹青会的人吧 是啊 想必你们还不知道 罗掌门 已经收我为徒 今天中午 他就要把掌门之位传给我 你们这样做 就是以下犯上 要让罗掌门知道了 他一定会把掌门之位传给我 他一定会把掌门之位传给我 他不会放过你们 这 哥 这事没人跟咱说呀 这位成仙害子 兄弟 开宫可没有回头见 杀了他 谁知道是咱俩干的 要是不把他杀了 老四肯定 别跑 哥 别跑 哥 哥 站住 哥 哥 张雅姐快跑 哥 哥 小掌门 你干什么 我打死你 师兄 红翼 你们别打他 要不是他 我刚才真的被活埋了 小掌门 玩够了没 你是要灭口吗 你是要灭口吗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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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我问你 你说 你们少掌门叫什么名字 王立文 名字用的是真的 王立文 你可真行啊 你是丹青会的少掌门 你怎么这么骗我们呀 红翼 我有苦就有苦衷 若死可是你的师妹 你要杀他 我妈非常喜欢若死 不可能对若死下手 这里面一定出了问题 是 罗掌门对我很好 我相信他不会杀我 一定另有其人 我问你 谁让你这么干的 是丹青会的四眼 若死 你放心 我一定查清楚 给你一个交代 红翼 我们赶快回去吧 我担心丹青会 会对文物下手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文物那边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咱们今天既然来到 少掌门的家门口 还不去拜见拜见掌门啊 王少掌门 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呗 若死 没事吧 小悦 若死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悦 通知我妈 说红翼和郑秋到了 准备迎接